这绝对是梅威瑟生涯最严重的一次群殴事件 不仅全程暴打黑班老大孙子 还狂喷垃圾话 一点都不给面子 最后还因为裁判的判决 引发双方保镖连带台下观众疯狂群殴 时间是今年6月12日 46岁梅威瑟与美国黑班少东组割地三世的一场表演赛 这是一场八回合每回合两分钟的全赛 而台裁也是梅威瑟每场比赛的指定私人裁判 正常来说按梅威瑟的习惯 他的每场表演赛都会非常给对手面子 不会强攻 然而从开场后 梅威瑟就一反常态把割地压到角落重拳压制 从没打过这种实力的割地完全没有还手的机会 几乎每一回合都只能双手举起反住梅威瑟的拳 但梅威瑟在实力上连压还不满足 几乎每一次进攻都会对割地狂喷垃圾化嘲讽对手 还会一边跟台下的观众聊天吹水 一边招呼割地 这种完全没有尊重充满侮辱性的进攻 深深刺痛了割地的心 而梅威瑟不仅没有随着比赛深入有一点收敛的态度 甚至越来越过分 而打不出进攻只能不断挨打的割地 开始用丫头犯规的发泄不爽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能感到场上氛围有点不妙 但作为台上的裁判 居然完全没有制止梅威瑟喷垃圾化 反而转向割地警告他不要犯规 而这一系列充满争议的举动 也在第六回合引起爆发 在进行到一分钟时 割地又一次丫头犯规 裁判看到这样的情形突然决定叫停比赛 而割地不满情绪也在这时候冲到最高点 在角落躲了六个回合他 却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冲向梅威瑟 这时候梅威瑟十几个黑人保镖也马上冲上台还击 割地的保镖看到这阵势也跟着上台保护少爷 一时间雷台冲上几十人开始的本场比赛最精彩时刻 而看到这样的场面 梅威瑟在干嘛呢 他站在雷台角落笑得合不拢嘴地看戏 然后被黑人保镖护送回后台 但这场群殴并没有就此停止 甚至像多米诺虎牌一样传染到台下 再延伸到后台 而梅威瑟还在继续得瑟地在后台发表演讲 而对于今年全团最混乱的群殴事件 嘴炮和各大电视节目主持人都是偏向割地这一边的 而目前这个事件还在继续发酵 各位老铁怎么看呢 好 这也是剧路格斗 格斗可是电影人优雅 拜 拜拜